如果你做糖葫芦失败了 那今天就来试试这个不会翻车的炒红果吧 准备400克山楂到上水先给它清洗干净 捞出来先放在一个大碗内 下面我们把山楂的盒给去掉 家里没有那种粗的吸管 我是直接用筷子粗的那一头 从这一头把它戳过去 再慢慢的把里边的盒给去掉 这一步没啥技术含量就是费点功夫 如果你不要求外形也可以给它一批两半去盒 大概用了20分钟全部去盒完毕 锅内倒入150克白糖200克清水 先用铲子把白糖的大颗粒搅拌一下让它融化 把山楂倒入锅内开大火先给它煮沸 等沸腾后再给它转成小火慢慢煮 大概再煮20分钟左右 煮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白色的泡沫 我们可以用勺子给它撇掉 炒红果里边这个汤汁 如果你喜欢喝汤汤水水的就可以多放一点 不喜欢喝就可以少放点 等山楂煮到这种有点金银剔透的感觉也就好了 把它盛出来放在一个碗内 如果你想吃口感更好的 可以放冰箱里冷藏两个小时再吃 那样吃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山楂罐头一样 我是直接把它放凉了再吃